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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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偶銀 步一回 作瞄準桓莎等品嘗嘗 叫醬油 操閽魚捲壽司飯造成泰宮的形狀 果然有創意 But餘料太多,燥飯太少 餘料和燥飯的比例失去平衡 不合格 出發 這是神仙館的五目穴子寶寶寶 他那塊壽司平平無奇 怎麼看都比不上奇形那塊 仁師傅出身壽司世家 他們的象徵是五代人 每天精神咬出來的心血 所以這塊壽司看詞簡單 但是一點都不可以輕視 出發 慢點 這是英産的飲品 薑薑餅子寶寶寶 薑薑壽司? 名字好難聽, 想好吃也困難 是嗎? 英先生, 現在是萬天 英先生, 搜尋了 你怎麼聽到的事嗎? 既然你聽不懂, 我說中文吧 最好不說 因為你和另一位選手同分 英社長想問你一個問題來決定勝負 問題就是, 在一人份壽司裡 嬴師傅你的薑薑如子壽司 到底是先上還是後上呢? 阿拉閣配合醬汁味道濃郁 向來都是做壓軸的 稍微有壽司常識的人都知道 這種小事 連這麼簡單的問題都想了這麼久 簡直是廢物 先上 先上 阿拉閣配合 嬴師傅, 你答對了 英老闆很欣賞你的創新大膽 冠軍是屬於你的 可以了 你若果然厲害, 副鯛落架 謝謝慕容神這麼大分 在這裡 哥, 行了 我拿到二壽司的驚豔拳回來了 以後獎你也有份 這個獎是屬於你的 可憐先生, 阿拉閣壽司通常是後上 為何薑薑壽司為先上呢? 因為我們這隻薑薑阿拉閣壽司 是用柚子汁做的, 味道清淡 好為第一道上的壽司 才符合吃壽司 味道由淡志龍開始的原則 英師傅果然厲害 不單是考你的技術 還考你們對人客夠不夠細心 原來是這樣嗎? 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試過柚子 覺得酸酸的很開胃 那我就回答是第一道想 嬴師傅 英老闆想請你一起吃飯 順便談談專人權的事 沒問題 我稍後換個衣服來找你 好 哥 哥呢? 好, 請你 好 好, 請你 自曉, 對不起 是我辜負了你 我不會再在你面前出現 師龍, 師龍 哥, 還在裡面找你 你來了這裡嗎? 打算出來吃煙, 怎麼沒有帶火機 剛才二壽司的負責人 想約我們明天開會 大概是一點鐘… 你明天就行了 你剛才表現得很好, 長大了 以後沒了我這個老大 你也會做得這麼好 不行…剛才我苦辱而已 說到做生意, 當然哥哥你拿手 以後新店舖全靠你了 你贏了一間店舖是你的, 不要推給我 我明白了, 哥哥要我打你店舖 是想我修心養性, 專心做壽司 你的意思我收到了 哥哥, 這次你受傷我代理出賽 結果沒有令你失望 以後家裡由我來揹 你就專心養傷, 不用再犯家裡的事 真的生成了很多 家裡以後就有你了, 我全都交給你 哥哥, 你笑嗎? 不要一直以神而鬼 以為我一笑就有事 就算是, 我也是對付外人 我們是兄弟 每晚所說, 兄弟同心, 一起賺錢 我有些重要事要做, 我先走了 哥哥 你送給我的青檸之戀文話 男女主角大團圓結局 永遠幸福快樂地生活 但是我知道這個結局是假的 很感謝你給我幸福的希望 其實我很想抓住 但是我自己太糊塗了 是我親手破壞一切 我愛你, 我傷害得你太深 我不敢奢望你會原諒我 但是我想告訴你 我對你的感情是真的 不好意思, 你要來幾個小時嗎 我已經出來了十分 好 我會讓我看看 你會讓我離開 我們 pray 我是打算我們以後都不要再見, 但是我… 但是始終也不用怕 我覺得我沒面目見你 已經不重要了 不知道 你現在甚麼都不用說 我只想你跟我說一聲對不起 對不起 我不信命運 我要你跟我一起改寫這個結局 從這一刻開始 蔡司龍就是屬於我的 沒用了, 和康姐姐呢? 他們和這裡的皇上很熟, 再聊一會 以前我每一年都來這裡 幫我爸爸媽媽祈福 雖然我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機會見到他們 不過我也希望他們可以順順利利 身體健康 我記得我上次來這裡是想幫慕容嬸 找回那個菩薩公仔 希望他幫我找一條漂亮的交易 給哥哥去參加比賽 真是想不到這次再來 我無緣無故贏了一個特許經營拳 又無緣無故由一個初級師傅升 變成一個比賽冠軍 世事真是無常 或者這些事在我們的凡夫俗子眼中 總是無常, 不過在菩薩眼中 一切都是命數 你說話這麼閃, 你什麼時候變成那個閃 經一事掌一致 不像有些人一輩子都這麼幼稚、這麼膚淺 你… 不再在菩薩面前說髒話, 好 關完聖誕, 等你們而已 不如我們一起去寫A馬 是嗎? 乖哥和小龍女 小龍女, 還以為你和余太回香港了 是我叫她留下她 你全部都替人求的, 你自己沒什麼求的嗎? 我沒有的, 她們開心我就開心了 喂, 那你寫了什麼呢? 你現在看的是TV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鐘仔, 訂閱吧